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乒乓球呢带给我们很多的人生传奇 从妇女组 从这个父子组到兄弟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 带给您的是乒乓球这项运动 它的世界最高水平的联赛 那么这场比赛呢 我们看到山东鲁能的大满贯得主 李小霞 对周新童 给大家介绍一下 周新童呢 她是直拍选手 但她的打法呢 很有特点 她是长交 周新童呢 今年20岁 曾经获得2012年 全国锦苗赛的女团的第四名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拼超联赛呢 从6月19号开始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一阶段的第五轮比赛 那么在前四轮的比赛当中呢 这个金华银行 在首轮客场是0比3 顾敌上赛季的冠军 山西大土和 第二轮呢 是主场 输给了八一 季中能源 但随后呢 他们取得了两连胜 也就是说 在前四轮的比赛当中 金华银行 这个俱乐部 是两胜两负 而我们一直认为 是传统强队的这个山东鲁能呢 在前四轮的比赛当中呢 是一胜三负 大家看到这个周新童啊 他这个运动员还是使用的 非常怪的这个长焦 大家知道各种各样的打法 这个高过长焦的打法 如果真的 有很深的功夫 有很好的基本功底 那么 还是非常有希望能够打到高水 刚才和李小霞的这几分开局的球 就能够看出来周新童呢 这个长焦他磕得很转 那李小霞拉的时候 也感受到这个球的重量 所以连连下往 就看李小霞对对方的这个周新童的 长焦的一种适应能力如何 山东鲁能这个俱乐部呢 他有李小霞作为第一主力 他是大满贯市井赛奥运会世界杯的女单冠军 另外呢他还有赤头非常猛的这个小将 中国的新兴代陈梦 陈梦今年是19岁 另外呢 还有顾玉婷 顾若晨 也是两位年轻的小将 另外还有一位选手呢 是也是国手王璇 王璇呢在201年赛季 他是在大同俱乐部效力 大家看到了小将周新童 对李小霞的冲击非常大 他这个长焦变化多端 过去的球啊 经常让李小霞措手不及 而且呢第一局我们感觉到李小霞的节奏还是打得太快 因为打不出李小霞自己的一种 节奏感 这里面包括慢拉弧圈球和快拉弧圈球 像这种节奏 李小霞在手上平楼的时间相对长一些的时候 他可能更有把握 也更有这个策略来打这个长焦 这样周新童在第一局比较当中习比八 先胜了李小霞第一局 那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金华集团 金华银行金爆集团 这个队呢 它是浙江唯一支女队 那么它的队员呢 主要是以八一队的年轻小将为主 其中有杨阳 杨阳也是左手1986年出身 右手横拔两面板交太空阶一红身打法 另外呢就是有四拼赛 这个直攻四拼赛的黑马狐狸梅 狐狸梅是萧球打法 另外呢还有刘欣 周新童 基本上这支队伍都是八一队的年轻小将 转到金华银行 好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 大家刚才在欣赏完这个 谁是球王民间草根的大比拼之后呢 再次来到咱们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的超级联赛 也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拼超联赛 那我们看到这个 当然草根球星呢 他们的技术呢 很多动作可能还不是很流畅 也是有一些 这个击球原理上的一些规范 但是呢 他们的场上的这种比赛的尽头 比赛的作风 包括他们的这种 在场上 对比赛 战胜对手这种欲望和愿望 确实非常打动人 当然我们现在回到这种 世界上顶级的联赛 包括这种专业性 世界级水平最高的选手 来进行比赛的话 可能从美感上 专业的比赛 还是要远远强于草根的比赛 因为专业的比赛呢 如果说能够引导我们的观众 可能在击球技术动作上 还是有一些好的作用 那么这场比赛 李小霞呢 是先师一局 第一局的比赛呢 可以说 小将周心彤 确实打出了 这种长焦的威力 不是直拍选手的一些特点 才能够使李小霞感觉到 防不胜防 措手不及 但是随着比赛的 这个进程 李小霞肯定会陷入加进 同时对周心彤的这种打法 一定会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路子 来打这场比赛 比如说现在李小霞呢 已经这种球非常转 是长焦的绝活 长焦呢 就有个特点 你越拉加转 我磕的比你还转 你要是打拉不转 我就磕不了转的球 所以这次长焦呢 它有一种固定的规律 所以长焦真正会打的人 并不难打 现在李小霞呢 还是没能够抵挡住 杜方的一些进攻 包括对手在磕球的时候 这种加转球李小霞 很不适应 平平打下往 是啊 现在说这些转离 是长焦呢 转贤 这么快 是长焦呢 但不是最后 是长焦 里小霞 冬播放 你看到周星彤呢 他在使用完长焦之后 用纸板横打 当然纸板横打和长焦的 这种相结合 如果真能够结合得好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尿侠现在还是 抵挡不住周星彤的这种拱 包括他的磕 还有他的正手刮 就是这三下球 尿侠现在还没有 能够完全适应 这场比较我们知道 是在浙江金华停管进行的 所以廖侠山东主门是客场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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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很贼,没什么红线,球直直就过来了,红线,不是很明显,所以这个球像针一样就扎过来了,李小霞在这块的处理上的确稍稍有些慌嘛,这样的话呢,小将来自金华银行的中心童拿下第二局,现在二比零点先有李小霞,其实这场比赛大家看,就是说小将中心童的这种长焦, 很有威力,看似凶猛,但一旦被李小霞破掉之后,李小霞如果能够正常发挥出他的这种弧圈球,无论是慢的高调弧圈,还是前轴弧圈,拿下这场比赛反败为胜,应该不在话下,因为李小霞他是奥运冠军,对待各种各样的打法,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和办法,来看一下接下来李小霞的表现 李小霞呢,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慢不下来,节奏太快,所以节奏太快的时候,对方再一磕夹转,他不可能板板出质量,有这样的机会来拉手,这个打长焦就容易多了, 就怕他没有机会,总是对方左边,拱你一个右边,正手刮你一下,然后你总是来不及 现在李小霞呢,还有一个问题 李小霞因为他正反手,都想拉加转弧圈球,实际上现在可以稍微缓一缓,缓一缓什么呢,我可以反手呢,拉一些假弧圈 就慢的弧圈,我不使不加转,但是我可以把球轻轻拖起来,对方也没有太多进攻上的威胁 那么这样的话呢,给正手来创造机会,李小霞也自己呢,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如果李小霞板板都想拉加转,反手也想高质量,正手也想拉前转,那他现在就说面临失误很多 他来不及,对方又有一些旋转 节奏和旋转,刺激要侠,都感觉到很难受的地方 那么打长焦呢,其实攻克这个打法呢,非常容易 就是一个,把所有的复杂问题,给他一切,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 你越简单,对方越没招 怎么简单呢,就有些球不给旋转 我全给你一个,很,嗯,质量很低的球 轻轻挂住你,拉住你,对方也没什么办法 李小霞现在的这个表现呢,还没有打出他的一些,对长焦的认识和理解 这种打法其实,攻克之后,那你可以一马成穿 嗯,所以我们又想到我们很多民间,我们的草根,金蚌球爱好者 我们电视机前的球迷朋友,很多也很怕打长焦 其实长焦并不可怕啊,只要是你能够坦然的,简单的去面对 这球就非常简单,会更加简单 好,我们接着来看李小霞和小将周新童的比赛 拉加转,轻搓,反手加力,再搓一下,搓一板,好的 你看这个很简单,李小霞反手不能一位的全部发力 我可以轻一板,我可以给你缓一下 缓一下的时候,对方这板球出不了质量 那么下一板上李小霞可以再拉加转球 大家看到这山东鲁门队的总教练是尹肖 他女队的教练是于国鹏 也是前乒乓球 活手 李小霞现在已经努力在改变 你看很多球他开始侵托 我不加力,一加力老输,来不及发力 没有时间,对方磕的还挺赚 看准 其实我们看这个职业的高水平的比赛 可能会更严肃一些 因为太专业了 所以他是干这个职业 所以从四岁五岁起开始同事这项运动 一直打到二十多三十岁 他就是靠这个来生活 靠这个来发展他自己的人生 他的事业和他的这个梦想 但是草根球迷就不一样 他是一种业余爱好 一种喜欢 可以打也可以不打 我高兴打我不高兴 我可以 状态不好我可以休息 职业运动员就不行 我必须是一年365天 我有360天我都得坚持训练 坚持比赛 因为他是有工作有责任感在里面 现在李小霞已经非常危险了 因为在流比二落后五局三胜的比赛 跟周星彤现在还是磕磕盼盼 如果这局能够咬下来 那么李小霞还是可以挽回局面 好球 这个球啊李小霞非常的坚决 但是也很危险 因为这一板球对方是拱过来的球 是比较晃比较飘的球 也就是说有点怪的球 李小霞毫不犹豫选择发力 好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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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李小霞 正手的一板加力弧圈十比八 将李小霞搬回了一局 那么现在在前三局呢 打成二比一 我们今天啊看到金华集团 金华银行这个俱乐部队呢 因为他呢是升班马 也是今年进入到这个拼超联赛当中 那么这个队伍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大部分是年轻的小将 都是在93年出生 或者97年出生的选手 刚才您看到的就是李小霞 对周星彤的比赛 周星彤呢 今年只有20岁 而且今天我们从这场前三局的比赛当中 看到周星彤啊 作为长焦结合快攻的打法 让我们眼前一亮 是一个非常有特点 而且他的球 也是很有锋芒的一个选手 能够给李小霞带来这么大的威胁 作为年轻运动员 已经相当不容易 因为李小霞是实力派啊 力量旋转 都是中世界余子平坛最强的运动员 作为长焦并没有感受到周星彤的弱势 好我们接着来看双方第四局 拱一下 磕一下 再磕 拱磕 这个球 作为长焦啊 它后来发展的就结合了直板横打 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为以前长焦又长焦 那么现在长焦 也就是说反手只能防守 那还不如加一面这个直拍横打 你看啊 这个周星彤啊 他这个技术 为什么说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呢 就是说这个打法 他把这个非常困难的一种打法 但是他今天表现的很简单 因为周星彤的抬手啊 他的棋手很高 他不制造弧线 所以他把一切复杂问题简单化 球台 台面上拉手 然后动作很小巧很灵活 如果编或是零器简单 也 と Bitcoin 也会有很健康的 真烦 真的 好球 拱一板 再磕 再拱 大家看到李奥霞 随着比赛的进程 李奥霞 已经基本上摸清楚 周心同的一些旋转 和落点了 也就是说在周心同 柯和拱这两个球 现在作用没有前两局 或者像第三局那样大了 所以周心同也非常聪明 开始加强用正手的这种进攻 正手用长焦刮一下 或者打一下 好球 好的 太漂亮了 大家看到周心同 我们一直认为 为什么今天看到这场比赛 感觉到为之一动呢 就是说长焦这种打法 在乒乓球这个项目当中 其实非常的困难 这个打法几乎是 已经到了 没有的 就是不存在的一个 一个情况了 很少很少有人能够 打长焦 坚持这么高的 这个能够打到这么高的水平 从某种意义来讲的话 长焦比萧球的难度还要大 因为首先你要掌握长焦 从掌握之后 你还要给对方带来 造成这个威胁 那你的球要 要有这种杀伤力 所以这点是很不容易 长焦其实它也是一种 被动型的打法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周心同啊 真的让我们对这个打法 重燃信心 因为以前也曾经出过 类似这个直拍长焦打法 像什么倪夏莲了 包括像陈子和前福建的世界冠军 那陈子和的球 当然也很有实力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小将 中心同啊 他的球让人 感觉到是那么既有把握性 同时那球那么有危险 因为这个中国乒乓球队啊 一直 中国乒乓球是提倡 百花齐放 打法不一 打法各样 那么这里面 因为它不一样的打法 它给我们的观众也带来 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也是不一样的体会和感受 更何况说 在场上打球的运动员 直拍和横拍的这种感觉 包括我们在欣赏比赛的时候 它的这种视觉效果和大家看后的一种体会 都是完全不同的 就各个打法有各个打法的特点 有各个打法的一些美感 但是呢 你如果作为像直拍强交这种打法 包括消去打 你太弱了 你没有对抗性 没有抵抗力 那咱们很多观众可能看起来 就会感觉到 没有太大的 这种趣味性和味道 好 我们来看一下李小霞 周心彤的决胜局 那么现在呢 这个对于周心彤来讲呢 小将 应该说 他的困难也是必然的 也是一个 很正常的一种情况 长交通常 在前面能够站得先机 在对手不适应你的胶皮 你的线路 还有你的一些 活杀球 一些相对凶的球 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可能对方会大比分落后 但是呢 打到中后期的时候 包括到最后的时候 像第五局周心彤和李小霞 应该是非常难打 因为李小霞 他就一个特点 我不失误了 为什么不失 我不怕你的球了 因为你的球 我已经完全知道 你的球转 转到什么程度 拱到什么程度 晃到什么程度 你进攻什么落点 基本上都已经 了如指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长交打法 不管是 什么样的打法 你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实力 实力如果你打不过李小霞 那么你必然会输掉比赛 这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看看周心彤 还能够坚持多久 拱 磕 再拱 你看这球 拱磕 磕磕 李小霞 你看他已经摸着规定 李小霞不怕 因为反过来讲 其实周心彤他一点错都没有 反过来他就说 没办法我就得攻了 我直拍横打你 反手攻你 正是我也想办法进攻 但是这种进攻 根本就 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实施的 或者可以取得成功的 因为李小霞高质量 周心彤还是去直拍横打 那那个球非常难 因为他存在一个导板的问题 就我用长焦的时候 我是正面用推挡 我用直拍横打 我还要导板去对付对方的高质量 弧圈球 李小霞这个球是放慢 李小霞基本能够完全掌控场上的一些局面了 放慢 拉加转弧圈球 可以快慢结合 游刃有余 这场比赛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 一直让我们感觉到眼花缭乱 为什么 也就是说这个 作为直拍长焦打法的周心彤 差一点 就已经攻破了李小霞的这种防线 但是到最后第五局 你看现在双方还是得拼实力 拼实力周心彤的这种进攻 那可以说跟李小霞相比的话 他如果不靠长焦 靠这个反焦 或者他另外一面的这种进攻来和李小霞打 可以说 以卵击石 不堪一击的 我觉得现在小将周心彤啊 还是可以坚持长焦 实在不行 我就长焦就定死了 我也不换板 也不倒板 再倒板也是 也是输 我还不如就坚持长焦 坚定 我还是可以多磕几板 磕住 这球周心彤是正手 打了一板 用他的那边正焦 应该是正焦 因为他击球应该说显得比较简单 收缩比较快 那应该是正焦的打法 这样李小霞 以两分的优势 赢得了第一盘的胜利 这场比赛 确实李小霞 也是后背出了一身冷汗 稍后我们继续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2013年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联赛 第一阶段 第五轮的比赛 是由金华银行 对山东鲁能 这场比赛是在浙江 金华体馆进行的 那么来看一下 双方第二盘的单打 是由山东鲁能 陈梦 对金华银行的 这场比赛是 陈梦呢 今年19岁 是中国现在乒乓球女队 在新生代球员当中 非常突出的一位运动员 刚刚在结束的亚洲 乒乓球主要赛当中 陈梦呢 是获得了 鱼子双打的冠军 战胜了丁宁和刘世文 她的搭档呢 是朱玉玲 大家看到今天第二场 上场比赛的 狐狸梅啊 她是一名销球打法 狐狸梅的反手呢 是长焦销球 她技术啊 非常均衡 可攻 可守 攻守兼背 这个运动员呢 来自巴一队 现在是在 金华银行俱乐部效力 在今年的直通 巴黎的比赛当中 成为了 最亮的一匹飞马 参加了巴黎视频赛 而且这个小将呢 很能拼 很能咬 我们看到了这个 这个狐狸梅的 他打球的这种眼神啊 还有他的灵气 也能够感觉出来 狐狸梅有那种坚韧 不拔的一种 和不服输的一种精神 那么第一局比赛呢 是陈梦先生 大家看到的是双方的第二局 大家有点赞 准备 大家有点赞 准备 好球 陈梦在去年2012年 中国苏州公开赛击败了刘世文 获得了女子单打的冠军 可以说一战成名 那么陈梦在今年的比赛 也是脱颖而出 因为在平昌联赛当中 这个李奥霞 他由于受到伤病的一些影响和状态 一些情况 所以陈梦经常在这个山东鲁能 能够起到中流抵住的这个作用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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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